近日杨幂正在拍摄电视剧《扶摇》 虽然还没杀青 却受到了众多关注 最近杨幂接受了我们节目的专访 终于开口向咱们透露了些剧组的小故事 在电视剧《扶摇》里 杨幂饰演的就是女主角孟扶摇 她霸气高傲 洒脱不拘 武功高强 不仅情效坚固 还敢爱敢恨 故事讲述扶摇为姐上古五重封印 踏上五周历险之路 在此过程中 于软今天饰演的长孙无极 相识相爱的传奇经历 虽然现在还没法了解故事的全貌 但在近日公布的一小段制作特辑里 扶摇一决出现端倪 只见杨幂头顶封关 雍容花贵 殊不知这样的美丽 可是要吃苦头的 就差不多几十斤重这种 对 就是成绩的 扶摇在剧中不仅美艳无双 还是个武林高手 打戏那可得从早拍到晚 让并不擅长动作戏的杨幂身心俱疲 扶摇还是打的比较多 我不喜欢因为太多了 一直在打很累 太多打了 感觉走到哪打到哪 一直在打架 每天让你打也受不了 翻看杨幂的演艺经历 《从小时代》 我是证人 倒秀春刀 她主演的角色大多文气居多 直到今年年初热播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她才尝试了不少仙气飘飘的打戏 或是好评 这回接演狭义热血的 一代豪杰孟富瑶 本以为对于打戏 杨幂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向往和憧憬 哪料她却说 从来没有过憧憬 没有憧憬 我是那种能躺着 就不坐着 能坐着就不站着的人 这部戏一直被强制 你各种骑马 各种打 看来这回的打戏 是真的把杨幂的打怕了 除此之外 杨幂对于剧情 不愿意透露太多 只是巧妙的暗示了下 这部剧看点绝对不会上 有吧 有虐的部分吧 一般就是 四五十级 五六十级什么的 也让你也没虐的 那看啥呀 对